我們是人物 所以我們不會把人的生命拿走 我個人基本上是支持死刑的人 因為每個刑罰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症結的那個事件的話 我就會覺得死刑應該要存在 解決了這個人 你沒有解決那個核心的問題 所以同樣的事情還是會繼續 我... 我... 我驚訝 如果台灣有最好的法律 你覺得台灣的人權的自由度 或是各方面去做的幸福感 你自己感受上的如何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還蠻自由的 不管是言論上 還是跟其他國家來比的話 就是自由沒有什麼 比較感覺沒有被限制 如果是跟我自己刻板印象的中國來比的話 我們應該算是很自由 至少如果覺得 某個政治人物說政治不正確之類的 就是可以有聲量 而且就是網路串聯就去遊行之類的 例如同婚 就是一個蠻大的突破 我覺得台灣的話算是蠻有 自己的空間去發表意見 我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我來台灣 我現在大山差不多兩年多 我覺得其實算是蠻自由的 我來自加州 我來自加州 我去台灣一星期 台灣是很棒的 它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 我來自澳洲 我來自澳洲 我來自加州 我來自加州 可能兩年多 甚至台北 是一個主要的地方 很放鬆 我喜歡生活的 我來自印度 我來自台灣的地方 我來自台灣的幾個月 我來自台灣的地方 都很棒 我來自日本 我來自日本 我來自台灣的地方 我來自四個月 我看很多人 工作在社會 比日本的地方 我來自日本 我來自德國 南部 我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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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 我來自美國 我來自台灣 兩個月 台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它感覺很自由 我來自 Haiti 它是在台灣 我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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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個月 人們都不怕 外國人 所以是 離世人 與台灣人 我來自 Belize 我來自台灣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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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很多 國家 我來自台灣 我來自台灣 是比較好 是德國 是德國 在你的國家 我來自台灣 I think it was out um ruled recently I'd have to check it out again though yeah and also in America we have problems with our methods of uh implementing death penalty are not a hundred percent reliable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a good method for it like we shouldn't use it at all I would say to kill someone so even death penalty would be like a big no-go in our society I would feel like there's some agendas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ies there are some controversial so I think in India yes we have a death penalty death penalty is so much career my part people might have a second chance maybe in life yeah 事情有吧但我其实对于这个议题不太清楚正反方都有它的论点 但我个人基本上是支持就是实行的因为每个刑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啦 除了可以喝醒大家说就是不要有这件事情在发生 可以让社会人民得到一些安抚政洁的那个事件的话我就觉得事情应该要存在 就存在这个制度可是就也不用太长去执行我们解决的现在是一个一个case 可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解决了这个人你没有解决那个核心的问题 所以同样的事情还是会继续我们生活在非常平安而且安全的环境 所以我们不需要藉由实施死刑维护社会的安全 还存在 question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 感到 hilarious 对不对 体员 感觉 准方 தون偏大的保先生 体员 RT I'm surprised if Taiwan has a death penalty because the rights of freedom or humans are very protective Sometimes countries have death penalties but they don't execute it that much so I don't know how it is here I'm surpris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like USA has also a death penalty and they're very happy about it which I don't understand to be honest basidon what I know now I would not expect the death penalty to exist in Taiwan taiwan 疑慮或疼応就是刚刚讲那个就是会不会偽判 如果要執行死刑的话 那个是要怎么被判决的 就是受害者家属对于死刑犯 他们弱死了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真的有觉得就是这样有解脱还是有报到仇 什么之类的 被害者の方々が納得するような形であれば 我認為那種犯罪也有可能 對於執行不執行 是跟政治綁在一起 還是會讓我覺得 沒有辦法支持它的存在 人們犯罪的動機是什麼 是因為對生活的不滿足嗎 所以我們該改善的 會不會是增加人民生活的滿足度 而不是單就死刑這個議題做討論 我們是人們 所以我們不會去別人的生活 所以這是我的說法